接下去請李德偉委員發言 院長各位同仁 我想今天國事論壇德偉在這邊做首次的發言 我想在目前為止我們社會大眾大家最關心的 當然就是防疫的問題 而我今天特別的在這邊 希望我們的行政院希望我們的陸委會跟海基會 能夠為我們還滯留在武漢 許許多多的台灣人能夠盡更多的一份的心力 我想在這個部分裡面 我相信從2月3號到今天已經2月21號 第一批從武漢回到台灣的台灣人 已經結束了居家隔離的時間 已經回到自己的家園 大家都非常感謝台灣對他們的照顧 對他們的愛護 但是還有更多的台灣我們自己的同胞 還滯留在武漢 所以在這個部分裡面 是不是可以請我們的行政院 請我們的陸委會再多想想辦法 不要讓台灣人回家的路太遠 其次我想有關於口罩之亂 我必須這樣講 我想我每天早上或者下午 經過許許多多的藥房門口 看到這麼多我們的同胞 為了兩個口罩大排長龍 我想我們的政府是不是應該多想想辦法 尤其馬上2月25號就是學校開學的日子 所有的家長所有的學生即將進入到一個新的領域裡面去了 在這個部分裡面我想家長也好學生也好 都對口罩的需求量激增 所以在這個部分裡面我們如何來做一個因應跟規劃 我希望我們的行政院能夠多多的來費心 其次我要這樣講 現在很多的地方包含台大醫院沒有口罩 你進不去 而我們台大醫院也好或許許多多的醫療院所 他並沒有提供口罩讓病患 甚至於病患的家屬來購買 所以有許許多多的人 他因為了口罩而進不進去 我們這些醫療院所 我們是不是也應該給他們更多的幫忙 最後我要說的是 我們的紓困特別條例的草案即將推出 在這個部分裡面 國民黨提出了500億 行政院提出了600億 在這個部分裡面 我也希望大家能夠來共同思好 把錢用在刀口上 謝謝 謝謝 謝謝李委員 接下來請吳思淮委員發言 謝謝 謝謝 謝謝